今天我们来说这套临时结案 我经常说看电影对我来说 是一个自我关照的过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经常觉得一套电影要成功 当然要在制作上、剧本上、拍摄上 也要先做得好 第二件事 一套好的电影但未必会卖座 卖座也有卖座的原因 有时候一套不好的电影都可能可以好卖座 所以我的观照过程是什么呢? 我看电影里看自己用什么选择角度 因为将来可能会有助于我们再去做电影时的选择 这次我看这个临时结案 我真的基于两件事 第一件事,因为我第一时间去看的 的确是口碑的 其实以赫碎片来说,当然大概有三部 即是《泛气功心意》 《杜穴者》和这一部 这一部初时就说不是赫碎档的 老实说,《泛气功心意》我未看的 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影评 就是口碑开始对这部电影的影响 所以令我未看这部电影 但反过来,这一套临时结案的口碑 是看到一路一路上升的 当然我再认真地看其他影评来说 都是会有一些很坏参叛的评语 这个我稍后再说 但这个的确是口碑令我去选择这部电影的第一原因 另一个原因就是郭富城 是真的,你对比起其他两部 所以我始终觉得虽然有些人会说 《四大天王》也很大年纪 但是在魅力上,你始终觉得他们是 都背得起一部电影 就多过其余的两部 所以基本上这两个元素 就是令我吸引去看这部电影的原因 当然这两个元素未必是你去看这部电影的元素 所以都可以大家留言去参详 为什么你会看这部电影呢? 对我来说就是这两个元素 好了,这部电影我有什么看法呢? 也很例牌,先讲讲的剧情 这个剧情我觉得比较难讲一点 因为它属于一套都挺错终複杂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很多人物 很多人物错终複杂 就是大家会扭上了 接着又有种发展,又扭很小巧 所以我就未必会很长远讲这个剧情 我觉得既然这么复杂的剧情 不如大家去戏园看吧 如果有戏园看的话 大致来说,最主线就是讲郭富城 这个刊匪 他就是精心策划了一场打劫 但是某些原因 就是令他包装款失落了 这个是电影的一个最主要卖点 就是说,他们打劫了回来的包钱 因为什么阴差扬错不断来到 不见了,而且找回来,又掉了包第二批 所以他不断为了包钱去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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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后这包钱也失落了 所以他们就筹划了另一个临时劫案 这是郭富城的一个主导线 另外有兩個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任賢齊和林家棟 這裡很特別,郭富城的角色設計 其實是挺超現實的 因為他是一個刊匪 他也是不斷說自己的刊匪 一個哨牙,做完也挺突出的 但是林家棟和任賢齊 那位是很典型的香港人 比較貼地一點 一個就是窩窩不得志 又不是賺到很多錢的職員司機 另一個就是有大志 想去照顧老人家 背起了老人院 但經營很困難的兩個男人 一直都有很多經濟壓力 就好像現在時下的香港人 所謂的廢宗那樣 這三個角色就重疊了交差 就是命運跌在一起之後 就去做了一宗臨時劫案 另外他還有其他角色的 包括郭富城 就是他去做這宗大劫案的時候 他不是說沒有東西去供應他 就是你始終有槍、車、人 誰提供供應的呢 就是姜大衛 另外他去打劫的同事 是不是很複雜呢 打劫的同事呢 有一對小情侶 其實他的男子 就去打劫另一間抓换店 抓换店的老闆就是王敏德 又是另一隊 另一宗 王敏德就有個嬌 有個嬌幫他做跑腿 包括去賣枪 做收錢的事情 那個就是林雪 很多人 另外還有 有對警察 就是張可瑜 一個比較經驗多的警察 這個經驗多的警察 帶了一個比較新的警察 去查這些大案 錯綜複雜 把很多人 大約四五個派對 再走在一起 所以他們的線 錯綜複雜 還有我挺喜歡的設計 就是譬如 郭富城的角色 他為何要找到任賢齊和林家棟 一方面來說 當然是一種人世之中的緣分 另一方面的設計上 其實這兩個角色 都是他自己的 郭富城角色的寫照 譬如 林家棟是一個太太 郭富城是來自安南的 在安南上也有個太太掛著他 任賢齊有個女兒 其實郭富城 在他成為刊匪之前 也有個女兒 所以他變相 這兩個角色 好像是他分裂出來的兩個鏡 所以到最後 郭富城是想叫這兩個人跟他走 他不單止要提攜他們 說現在我幫你們解決這個經濟困境 就是和我一起打劫 就是臨時劫案 即是即興而已 所以叫臨時劫案 另外 因為這樣的原因之下 他就會覺得 既然打劫了 既然你們的家庭 你們都想解決經濟問題 我們有錢之後 你不如跟我走 跟我回安南 這也是因為他投射了這兩個人物的共同性 換句話 其實郭富城都幾有血有肉 有情有義 我覺得是他的角色設計 所以另外再說一說 如果 我不知道 我不記得這部電影是否屬於今屆的影像獎 就客觀地說 我覺得 應該是主觀地說 我覺得 我挺喜歡郭富城這個演繹 他的角色設計 他的戲 我不是很贊成 郭富城拋下了什麼 天王形象的評論方法 當然大家可以這樣去看 第一 我覺得他一個演員 他不會有什麼包袱 不會經常說 什麼天王形象 你怎麼會有人開到天王形象的戲 給郭富城去做呢 郭富城已經做了很多 沒有天王形象的戲 你說到這麼極端 散牙醜樣 沒有問題 我覺得其實一個演員 你越是 你這樣肯去做 你才可以突破自己 其實是 在他演繹來講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比較喜歡他這個角色 多過金手指的梁朝偉 如果你問我的話 梁朝偉做得好不好呢 你都不敢說不好 因為每個人都說很好 但我覺得不是很不好的問題 而我覺得 梁朝偉的底氣 是沒有那種 四分討七分毫 三分討七分毫 那種角色 不是那樣 如果你問我 金手指裡面梁朝偉的角色 誰做得最好呢 我反而覺得 杜琪峰做得更好 杜琪峰反而有這種霸氣 好了 不差那麼遠 講回這部戲 其實郭富城 如果你問我在今屆典 今天獎 如果他們是同台競爭的話 反而我會投郭富城一票 那這些呢 我覺得是 都是會吸引我去看 還有大家都會看得 開心亮麗的一個元素 另外就是 剛才所說的 這部戲 另一個賣點就是 我覺得它有少少黑色陰墨 還有少少混淆 在這個設計上 它其實由第一宗劫案開始 去到整套戲的緣 都大約在一天裡面發生 即是由日頭發生的打劫 去到晚上 整件事都結束了 可能是十幾 將近二十個小時的事情 所以整個劇本的編排上 你見到都是很有設計 很有扭轉的東西 另外這部戲 我比較同期 我會選擇的原因就是 它有回我覺得電影的fantasy 那何謂電影的fantasy 我經常都會有一樣 我覺得 反過來說 自從香港電影比較 沒有那麼大賣 以及香港社會情況的變化 之後 很多電影都會要求 好像比較貼地些 反映多些現實 這方面的走向 所以你發覺前幾年 很多電影都是很貼地 即是我們用簡單的形式的貼地 其實不是不好 我經常都說 電影是一種藝術 都是藝術形式來的 雖然它是一種商業的包裝姿態 也是一種藝術形式 是應該有各種不同的電影 但是當你全部都是這樣的時候 而那類電影 很現實的電影 你會有時候發覺 你在看香港電台的獅子山下 不過是電影版 即是一套過半小時的獅子山下 不過是想一個大電影 就是這樣 那這個我經常覺得 是少了一點電影的fantasy 那什麼電影的fantasy呢? 電影fantasy就是 它會介乎現實與超現實之間 即是有一些東西 你在現實看不到的 發生不到的 但是電影會看得到 那這些東西就是 一個電影的fantasy 所以為什麼始終很多人 都會去看Marvel的電影 一些英雄的電影 一些不肯定在現實世界裡 你每天都會看到的東西 他們都會喜歡看 為什麼呢?就是因為 這就是電影的fantasy 以前我們說了一篇 很多的電影fantasy 包括什麼? 武俠片、警匪片、槍戰片 這些都有電影fantasy 不是說現實的電影不好 即是我覺得 像是各樣都有 但是當你偏向了某一件事 大家都會選擇少了 當你太多 都是所謂電影fantasy的電影的時候 你都想看一些比較 可不可以有些真實一點的電影 現實性一點的電影 貼地的電影都會有的 但是這幾年反而 有電影fantasy的廣產片 不是那麼多 好了,這一部是有的 我覺得 因為他的打劫場面 槍戰場面 都可以這麼說 精心去做 即是他不會再有人出來 發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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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用避 又不用躲 又沒有戰略又沒有性 他不是 他是精心去做 即是打劫場面 是有設計過的 即是有少少回以前的廣產片的套路 當然因為他的貿易團隊 其實都是很資深的電影人 這個我是賺的 所以這也是另一個 我吸引我去看的原因 因為你出資看回一些 有電影fantasy的廣產片 這是一件好事 好了,這些都是他的優點 我說完一大堆優點之後 不是說 接著我想說我的缺點 而是我想說 是 都值得支持 但是當然公平一點說 因為他已經上了一大堆 講一講 我自己的感覺 即是 有些我沒有那麼喜歡的感覺 還有我看了網上有些影評 即是大家有些相同的感覺 的一些評論 不要說他的缺點 即是說他如果不是 是可以再做得好一點的話 其實是可以更加好 當然我不是說我比他厲害 而是我都是 即是有些感覺 我看得不太舒服的東西 因為我經常都會說 一件事 很多人 我一次畢業其貧說一次 說什麼 講鼓不要駁鼓 真的不要經常這樣說 其實我們不是有手去駁鼓 我們駁鼓 不是說想找出電影裡面 那個缺點 即是並不是說 雞蛋類炒骨頭 不是這件事 而我經常都說 當我在現場看電影一會 我無端端駁鼓的話 這樣說的話 我是抽離了一部電影 一部電影你一抽離的話 你就會扣了分 因為你人的腦去想 為什麼會這樣 沒有理由會這樣 是不是這樣 這樣你就會抽離了 那你一抽離之後 反過來 你無論之前你做了多少功夫 都好 就已經扣了分 而這部電影 他那個巧妙處就是因為 很多事情扭在一起 即是說 我們人生的命運 原來我們很多人會重複了 重疊了 然後又有一種戲劇變化 這樣 好了 但是因為這種變化 它發生在這麼短時間裡面 還有這麼多派對 還有這麼多組人 它少不免有一種巧合性 有種巧合性 好了 巧合不是不可以用來講故事 就是我經常講 巧合等於神仙橋 即是 是不是不可以用 我都可以用 一定可以用 但是這部電影裡面 你不要用太多 就是最好你將在一個 起承轉合一個關鍵點裡面 你真的可以偶爾用一個神仙橋 但是你太多的話 你就只需要用神仙橋 來解決所有事情 不過我在這個蜘蛛夫人裡面 有一個項目我講了 我來賺 就是他們會用智慧去解決問題 其實智慧解決問題 當然不是一個角色 是一個編劇 其實編劇 你用這個智慧去幫助劇中人解決問題 那就不要用巧合來解決問題 我覺得 但是當然你用巧合去解決一些 已經好像沒得解決的問題 你都可以這樣嘗試 但是如果整部電影都用巧合的話 那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咦又是巧合 這部電影最多巧合是什麼地方呢 本來第一個巧合OK的 巧合就是說 當郭富城打劫銀行的時候 另一個小情侶打劫 不是銀行 是打劫一間 我也不記得是什麼 總之有很多錢的地方的時候 另一個人打劫 找到第一個巧合 那接著 那些錢跌了下去 林家洞部車裡 又另一個巧合 好了 這些巧合你OK的 因為叫做冥冥中有些主在 但是再來到接著的巧合 就是譬如 譬如什麼呢 就是那些警察 又不知道為什麼 可以這麼快找到一間車行 沒有交代的 最大的巧合就是 郭富城抓住他們去找的士 又被他們很快找到的士 雖然他會勉強說 可能有行家報出來 但是又被他們找到 接著又有警察來到 而最後呢 當他們 譬如郭富城 要追對小情侶那一陣子 繞了個大圈 不見了他們 最後小情侶的車 無端在後面撞到他們 接著更加大離奇的 就是 姜大衛那個派對 又竟然不知道為什麼 會找到他們在那裡 真的很多這些巧合 太多的巧合 就是我看到 有些影評論 這些巧合 令到那些觀眾 就覺得 邪 邪 那你邪了幾次之後 就會求訓 其實我替他不划算 就是說 如果你的巧合 你嘗試令到他 不要這麼巧合 那些觀眾 就不會扯扯扯扯扯扯 其實扯是不划算的 我只是覺得 我不是說他 不是說他 你這樣做得不好 而是 你少點巧合 觀眾就不會 就不會有這麼 這樣的反應 那這個呢 我覺得是他少少 令我沒那麼舒服的地方 那也是那一句 不要說 不是說我特別挑剔 因為我們在現場看的時候 在戲院看的時候 X觀眾的我 真的有這樣的反應 其實就是這樣 另外我想補充一件事 其實這部戲 如果要用這樣的取向的話 我覺得應該可以 怎樣再走得遠一點 郭富城這個角色 是有一些我們 未必能夠理解到的邏輯 或者是他自己的道理 而令到這些事情發生 因為戲裡面的設定 其實郭富城是一個病人 因為他說他是一個摔交冠軍 但是摔交冠軍令不到他的生活改變 甚至在一次被人追溯過程裡 害死了他的女天 所以他才來到人生有一個180度轉變 要做刊匪 就是有這樣的轉變 但是其實他的邏輯 是不是可以更加特別呢 類似舉例來說 就好像大時代裡面的丁蟹那樣 令到他有一套我們覺得 去支持他的邏輯 而不是這麼簡單 只是一個病人 甚至一個瘋了病人 我想這樣會更有趣 也就是說在他的角色上 可不可以發揮到更加一個 一個爆炸性一點的循環 令到這部戲 就可以有一個更加昇華一點的感覺 所以整部戲來說 不錯的橋段 很突出的造型 加上有少許電影fantasy 我覺得都是可以 絕對值得支持入場的電影 好了,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